仍在世时,常会与亲朋好友透过通讯软体保持联系 即便失去许久,部分人或会透过传送讯息方式缅怀思念 然而,一名网友日前却发现 其已故母亲的LINE帐号竟然遭到移除 无预警的帐号消失让她相当伤心难过 因此她决定主动分享保留世事亲友帐号的方法 吸引网友热烈讨论 这名网友在社交平台Thrise发文表示 母亲过世已有两年时间 却在前阵子发现她的LINE帐号突然离开了家庭全组 经询问LINE客服后 才得知原来是因为手机门号办理注销一段时间后 原先绑定的号码便会被释出 等候她能申请并注册新帐号时 就有的帐号资料就会被取代移除 面对无法往回的现实 证明网友只能向LINE客服寻求援助 却被告知一旦帐号资料被移除就无法复原 母亲的LINE帐号就此注销 为避免她能重蹈负责,遭受相同的遗憾 她建议可透过LINE设定中的我的帐号选项 将LINE帐号同步Google或Apple ID帐号 一旦手机门号注销 人人保有也有帐号 这则贴文易经发布 随即引发网友热烈回响 有人对于MPO表示慰问 并分享自身经验活着好好一起生活 胜过死后守护不存在的东西 也有了安慰到妈妈的帐号消失 但聊天是只要不删都还在 想她的时候还是会去留言 家人会一直都在 以任何形式 联网友提供保留侍者手机门号的方法 表示只要将门号改为预付卡 并没有固定处置小额金额 就能确保门号不会被注销 进而保有绑定的LINE帐号 总的来说 网友们除了给予情感慰藉 也提供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与贴心叮铃 期盼能避免他人不上相同的后尘 失去与顾亲人唯一的连接记录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